气象主播一边播报时 从镜头上滑下的一颗颗雨珠 再到哗啦啦的雨水声都十分逼真 仿佛主播真的站在户外 为观众进行连线报道 气象播报力求画面真实感 同样情况在大陆媒体也看得到 距离该堤坝保证水位不足20点 虽然现在颇阳湖水位有所下降 但是仍然处于超级水位 为敌所承受的亚马超乎想象 为了呈现出长江洪灾的实况 女主播直接站上虚拟提防上解说 还模拟出要是溃堤后 洪水上涨速度之快 可能将人灭顶 原来这些气象播报能如此逼真 使用的是MR混合实境技术 将虚拟空间叠加在真实空间中 交互运用 让观众打破真实与虚拟的界限 星科记下的气象新闻不再死板板 反而能模拟出各种天气现象 除了看全新闻直播革命性发展 也让气象播报更具可看性 记者综合报道